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民电厂设置光电系统 一年可以发电14万8千度 减少74.3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并宣布将扩大推广公民参与太阳能发电 环毛鼠大楼屋顶约110平 提供民间团体设置太阳光电板 在今年3月完成标租给绿主张绿电合作社 费时半年设置357片太阳能光电板 一年可以发电14.8万度 减少74.3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那我们在推节电我们也需要能够创造绿能 那其实太阳能光电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 以环保署为例我们在我们的顶楼这边面积虽然不大 可是因为结合了公民电厂这样的一个 结合了公民电厂这样的一个媒合平台进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只要面积达到40平以上 那日照时间有两个小时 那其实就可以来有这样一个条件来设置 那环保署这边我们一年大概可以有14万8千度的一个发电量 也是我们环保署一年用电量的14% 那当然回馈的不多啦 我们大概有7万5千元的一个收益 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出任何一毛钱 那环保署会把这样的一个复制成功的一个经验 复制到我们低碳林旅家园 那目前取得同级跟银级标章的低碳林旅 总共有1222个 那如果每一个社区都能够至少找一处 这个适合的屋顶来做的话 那这样的成功案例又可以再复制到所有的社区 所以在政府推动这个绿能上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 我们环保署愿意跟这个公民电厂一起合作 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推广出去 让我们的社区可以来共同在地球保卫站上面 扮演一份重要的一个力量 我记得两年前那时候 主部联盟基金会刚在台北市有公有屋顶 创了第一个所谓公司协力合作的公民电厂在关多国中 我就带了那样的一个故事 还有之前我们在创绿电合作社 还有跟阳光辅特加绿电设计的经验 来到环保署 然后环保署非常的认真 我是说所有的主管都一起来聆听 然后呢大家突然就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在台北市中心的屋顶 公有屋顶可以结合大家的力量 来一起发电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说 关多国中那时候的电厂 对我来说好像我们一起在盖一座太阳神庙 然后我们共同参与共同守护 而且同时静天静大自然 然后感谢阳光为我们创造这么好的能源 然后我们能够用谦卑的心情来善加利用 同时透过共同守护这样的一个公民电厂 社区有了凝结力 同时那样的利益还可以成为在地的学子 进行能源教育 或是做社区长照的一个经费 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是 大概祖父联盟十年来 跟各位前辈一起把它找出来的一个好的模式 我们要创生要共生 同时跟自然和好共好 那今天环保署用它无比的执行力 强大的一个意志力把它执行出来 那我觉得其他的部会应该没有屋顶 是用公民电厂的这样的模式 那我也很期待 不管地方政府或其他的各部会 有公有屋顶 或是在社区我们有发展协会 或是有一些公庙 这些公共的共有的屋顶 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用比较像社区营造伙伴的方式 共同来创造最大的一个公共利益 我们就是想要解决社员或社区里面的 共同需求跟渴望 我们的渴望 表达的意思是 当我们2015年11月的时候 到日本去参访 我们被东京的一个江户川区的一个民间组织感动了 他们的组织的名称叫竹温 就是从你搅站的地方开始关心地球暖化 那他们在谈的是海平面上升的时候 对于东京靠近这个东京湾这边的社区 会有怎么样未来的景急 跟大家还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的骨感 那我觉得绿组章的这个合作社的成立 是在于我们收到两个祖父联盟的祝福跟期许 一个是祖父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一个是祖父联盟消费合作社 我们全名是叫生活消费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目前社员有8万人 消费型的合作社 可是我们绿电合作社成立今年刚刚10月满6年 6年我们社员才288人 但是有7个法人社员 反正社员都一定要是非营利组织 如果以公司的经营来讲 我们是很失败的 6年 你只做720K 多 人家都是没人 但没人都没人都没人都没人 所以合作社的精神是在于 一群人要走可以走得比较远 用人跟人跟社区的角度 所以我们其实是社群 所以目前我们是2016年成立的 那我们在日本参访回来的那一天 就是气候公约在巴黎签订的 那个Paris Agreement 所以对我们来讲 有很大的启发跟行动 那我们感谢环保署 能够开始接受 让公民组织来 公跟私的协力 我们讲是公跟民 我们是民间团体 环保署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的层级 那我们可以在 今天这个场地所指 是55年的旧建筑物 以前是中油公司的大楼 可是它其实牵涉到党产 因为它土地跟建物 我们就不讲这些过程 但环保署很勇敢的 在一个旧的 废弃的建筑物里面 大家觉得没有价值的 花了很多的精神 把它变成是一个办公处所 我们在台北市 最老的一个社区里面 在万华中正区这个地方 有一个老屋重新使用 而且在能源效率跟使用上 有一个新的示范 我们希望在都市更新里面 有一个民间跟工部门 我们讲partnership 就是SDG里面第17项 因为我们这个绿主张合作 是本来在做的就是气候行动 我们自诩 但是我们的社员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有八成是跟主妇联盟合作社的 社员是重叠 所以我们的那个knowledge的 那个浓度可能不够 但是我们想要 谦卑的想要一起做事的心是存在的 发展光电是2050净零排碳路径之一 环保署和绿电合作社 共同合作的案例 将复制模式推广至村里社区或企业的屋顶 期盼引进企业资源或工艺投资 让小屋顶也能为提高绿能占比贡献力量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人安基金会第三十三届韩式吃饱三食 邀请国民妈妈林美秀替韩式打气 将年礼中的富贵乳蹄花 组合成猪脚面线 请韩式林奶奶享用 并号召民众一起寒冬送暖祝落实 国民妈妈林美秀 今年再度用行动支持韩式吃饱三食活动 号召民众共享盛举 并将年礼中的富贵乳蹄花 组合成猪脚面线 请韩式林奶奶享用 今年85岁的林奶奶 先生早逝 独立抚养五个子女 与打零工的三儿子同住 孙子有精神上的问题 生活相当辛苦 林美秀献上猪脚面线 希望替林奶奶转运 脱离目前困境 我们以前啊 就是要过温的时候 都会吃好蜜蜜 因为给你当名 是 就很富贵 所以又有蜜蜜 我给你串好好 吃给你吃蜜蜜 然后这一包是最重要的 今年啊 如果 今年我们都会送这一个 富贵乳蜜花 我们就吃豬肠也是跟我们过温 要给你有好的温气来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 我们现在帮它加热了 如果韩式们你们在外面 有拿到这一包 对不对 你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请阿嬤来尝看看 阿嬤你试试看 看这个蜜蜜有下你的蜜 让你吃完会好運喔 好来你吃看看 因为阿嬤平常 阿嬤其实很辛苦 他有五个小孩 然后现在呢三个儿子呢 有回来跟他一起住 但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很多 他的孙子身体上有些障碍 所以呢要去找头 然后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阿嬤很辛苦的 基本上都是靠阿嬤一个人 然后这样子赚钱赚钱 这样养过一家人 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 有去过万华的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路上 看到很多就是韩式们就在路边 那我就心里想 他们也很想要有个家 但是因为他们有说不出来的苦衷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 因为我们去跟他讲话 他会觉得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 让他再 因为过年快到了 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 让他有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来帮忙 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心 但是因为有钱出钱 我们有力出力嘛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来这边帮忙的话 没关系我们出点小钱 是 五百六百 你就可以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今年就爱心满满 其实我们在每年这个时间点 其实都会邀请一些 比较在社会上 有一些知名度的人 帮我们做一些宣传 对 那其实美秀姐她其实一直以来 都很支持我们的服务 在过去几年 不管我们是做 我们的单亲妈妈的 烤地瓜服务方案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平常常年的韩式服务方案 那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在邀请美秀姐 来支持我们这个 韩式吃饱三十活动的时候 她其实就也在那一场的 记者会上她就有提到说 她其实过去她就有看过 这些人的需要 但是她不知道 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但是知道我们有在做这个服务 所以她就来支持 那今年也跟她再提的时候 她就说她也非常支持我们 所以也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也能够再站出来呼吁 就是为我们再帮忙 做一次呼吁这样 韩式吃饱三十这个活动 已经是第32年 最早一开始 其实我们创办人 包了三十个便当 去发给在地下道的街友 才慢慢演变成 是用吃尾牙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用拌桌的方式 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一直到第三十一届 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让大家一起聚餐 所以我们只好用这样子 改变形式 是用发送年礼的方式 直接送到他们的手上 受疫情及选举年的因素影响 目前韩式吃饱三十送礼活动 募款进度不到两成 希望号召社会大众共享盛举 为韩式送上关怀 照顾弱势温饱 他们在哪里 我们就把东西送到哪里 基金会在平常也就有做夜房的服务 尤其像现在天冷 我们也会发送一些 预寒的物资 或者是一些热食 希望说在街上 他们也能够吃饱穿暖 希望说这群人不要被大家遗忘 也不要被大家所歧视 因为其实人生而平等 他们有他们的历史 有他们的过去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他们的未来 帮助他们现在 拉他们一把 希望让他们还是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 让这个社会的美好持续下去 这是我们第三十三年的 韩式吃饱三十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 我们在筹备的一开始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当下其实是很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还是最终决定在 明年的过年前夕 是用发送年礼的方式 来做办理 那我们大概从十月份开始 就是这个活动 开始对外做一些宣传 跟希望说 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 持续对我们的支持 那只是说到目前 其实今年的经济状况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目前的募集状况 其实也是比较困难 到目前为止 也只做到 也只达到两成 所以当然也很希望 能够透过这次活动的方式 就是可以告诉社会大众说明 我们这一整年的服务 持续下去 包括在这过年前 最重要的一餐里头 希望能够 让我们的韩式朋友 也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可以接受到社会大众 给的温暖跟支持 我们今年的募集的分数 大概是一万两千份 跟去年的服务的分量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在 因为是用送礼到家的形式 所以我们在提供的方式上面 主要是提供给我们 常年服务的个案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一定要募满 因为要不然我们这个 发送的过程也会比较困难 去年是有募到的 募不到继续募 因为可能就是 其实就现况来讲 我们在募集困难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在包含我们的 原有的一些预算 或者甚至是用 我们的历年结余款 对 其实这个部分 都会是影响到 我们一整年的 整体的服务的状况 连续办理32年的 韩式吃饱30 因疫情由半桌共餐 改为一一轻送年礼 基金会期盼各界用行动支持 帮助弱势过个好年 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向前 红包500 祝韩式 年底600 过好年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 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得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环毛鼠鼓励企业加入海洋废弃制作产品的行列陆续颁发产品标章 累计两年共有7家18项产品获得 民众只要认名标章就能支持永续地球的概念促成海洋废弃物的再利用 以飞渔网造立后加工 经过吹瓶厂制作出含有33%海洋废弃物的品气成装洗髮精 还有业者将海费宝特瓶破碎造立 提供其他企业后续加工制作产品 或是透过技术转化成再生炭黑再使用 这些业者的海洋废弃物循环理念 获得环毛鼠授予产品标章 鼓励各行各业加入行列 我们要谈永续要谈减碳 其实如果能够在最源头去减少就是资源的使用消耗 然后在资源已经被创造使用的过程当中 再去透过回收循环 去降低不必要的浪费 他才有可能就让我们的环境永续可以再前进一点点 那这跟眼前这瓶刑法精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真的当消费者他可以看得到他手上的东西 他从就是一个标章 这是什么标章 他代表了意义 然后他发现其实废弃物他也可以还不错 还蛮好看的 然后他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说 我们眼前这一瓶呢 其实我们的造力是从那个架上的红恩一起打造的 就作为品牌商 其实我们非常仰赖有上游的 就是从渔网的清洗 然后到就是劣解 然后到造力 然后到吹瓶 这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产业完整供应链 大家都有角色 那我们作为品牌商 我们可以把它诞生为消费者手中可以拿到的瓶器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透过他使用的产品去了解 原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技术去使用 把海肺的一个材质在这一瓶里 融入了大概33%是来自于海肺的一个材质 所以最后呢 其实在绿藤呢 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做到了 从我们塑胶瓶器都是 从到今年我们塑胶瓶器 已经用100%再生来源 玻璃瓶器用50%的再生玻璃 那可是我们还是一直在想说 到底在材质上 有没有可以更减量使用 Virgin的这种原生的一个塑胶或是材质 所以真的很感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挑战跟实验 把海肺入在一个塑胶瓶器的一个 可以获得环保署跟政府的肯定 那保绿特呢 成立于1991年 目前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的 这个PET的回收的这个经验跟历史 那我们现在旗下呢 总共有三间公司 包含台湾保绿特 目前主营就是清洗线 清洗线呢 就是把这个使用过后的宝特瓶 再做成瓶片 然后呢再经过造粒把它做成粒子 然后再经过固态聚合 让它做成一个 可以去除它这个塑胶里面的杂质 跟一些毒雾的这个过程呢 然后最后让这个塑胶可以再回去做 这个食品的容器的使用 这是我们第一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的话呢 就是像也是做成瓶片 瓶片以后呢 再做成化学纤维 像我们刚刚那个影片里面有介绍到 就是抽丝 然后再做成库 我们其实有做类似的这种生产 那最后一家呢 就是我刚刚讲到这几个制程的设备 也就是公用工程的部分 也都是有在做这样的服务 那这样讲过来说 这样好像保绿特做这个很久啊 技术还不错啊 所以那到底我们会在这个海费上面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回收的量 那我在跟很多 对今天要跟特别 麻烦我们这个记者朋友帮我多宣导一下 也就是这个量呢 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跟很多一些志工朋友 他们去淨摊以后呢 发现就算今年虽然说 我们这是第二年環保署在举办 这种的活动跟这种的宣导 但是还是有蛮多的这种团体呢 他其实并不知道说台湾有来做这种 所以呢他们所回收回来的 这种塑胶的废弃物 也都是进到焚化炉 那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今天这种机会 来曝光 然后来跟其他的一些 因为台湾其实这种团体非常非常多 那尽量多曝光 让这个团体有机会知道说 環保署有在倡导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希望大家可以说 我们今天去淨摊回来的东西 不要进到焚化炉 而是可以经过透过我们今天七家 有受到环保署所认证的这种公司 来让他做一个资源的再生跟循环 但我们公司是着重在这个 所谓的化学性回收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海神全球 其实也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主要一开始是看到这个海洋废弃物 还有所谓的海洋塑胶微粒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让这个公司生成 那我们是着重在国外可能比较成熟的 就是有关于化学性回收 塑胶废弃物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们的着重的这些项目呢 其实是针对就是有关物理性回收 或是机械性回收 他们无法再利用的这些 那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是可以混合性的处理 我们也可以就是有 基本上它有一些污染物的这样子的状态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化学性的处理 那我们化学性的处理完之后呢 大概会有几样商品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有得到这个认证的这一块 是所谓的再生的这个碳 那这个再生的碳可以拿来给炼钢 就是当除氧钉来做使用 那我们未来在今年 刚刚副事长也有提到 我们在明年度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 就是发生 那我们这个新的产品主要是着重在油品上面 那油品可能会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燃料的油品 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再生油品 那这再生油品呢 在国外可能都跟石化有一些结合 那在再生油品的应用上面 它可能可以再做回去所谓塑胶的原料 那就是石油脑这个方面 那这塑胶原料就可以再做出全新的这个再生的塑胶 那这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 那希望是在这个未来 这个期间可以在台湾可以多多的推广 我们在店内其实从我们几年前开始做 就是用咖啡渣跟植物纤维做的杯子 这我们店内出热卡不用的杯子 然后到这次活动用的这个餐点的托盘 我们是用海费回收塑胶做的托盘 那包含我才刚结束的募资案 我们用海费的板材 回收海费的塑胶PSPPPE 70%做成的板材 那做成儿童学习桌椅 我们在店内也放有一套 有时候我看很多家长带小朋友过来 也会拉那个小板灯给小朋友做 所以我们店内也希望把这个环保永续的概念 不是只是说好像是一个口号 我们希望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 实践在我们的产欲中 那欢迎大家过来 然后我也想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年 我今年9月的时候 带着我们的产品去欧洲巴黎参加加饰展 然后我们展示我们海费板材做的家具 那其实国外遇到很多国际买家 他会问很多很直接很尖锐的问题 那当时展示就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就说 你说你这是用海费塑胶做的 怎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是用海费塑胶做的 但我很开心我们在台湾 我们环保署能够发给大家海费标章 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讲说 我们的政府有海费标章 这是一个非常公开 而且非常严谨的制度 证明我们的东西是减实的海费所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东西拿出去打国际赛的时候 政府提供这个海费标章 真的给大家在后面有一个很有力的支持 环保署109年起带领示范计划进摊 并将海费宝特瓶导入生产线制作寻宝一 建立循环产品溯源验证机制 并注册标章作为企业申请 目前已累计有7家18项产品 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 我们非常重视海洋的生态 那我们知道有些废弃物如果没有被回收 没有被投上处理 就会透过河川 那最后会进到海洋 影响海洋的生态 那其实台湾在资源回收上面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我们能够从海洋回收回来 这些汇气物能够让它变成资源 进到这个制程里面去循环使用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所以环保署特别跟这个标减局 申请了海洋汇气物循环产品的标章 那希望鼓励这些商品 是来自于海洋汇气物回收再利用 也让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有一个选择 他知道他所买的商品是环保的 他使用上面他也会觉得比较安心 所以环保署会来推广这样的一个商品 环保署是从去年开始推广这样的一个商品 标章 那目前有7家的厂商 18件的这个商品 取得了这个环保标章 那海洋汇气物的循环标章 基本上就是回收回来的这个 海洋的这个汇气物必须要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所以这个料源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多丢汇气物到海洋 再把它回收回来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因为它的价值 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其实不多 所以其实它是蛮珍贵的 我们希望它被妥善的运用 所以当然它的这个价值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知道有环保理念的消费者 他愿意任这样的商标 用比较高的这个价格 他也愿意来买 那所以目前呢 这个我们每年淨摊大概有 一万四千多公顿的这个 这个废气物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十是资源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都会妥善的交给这个 国内有取得标章的这些商品业者 让它们变成这个海洋废气物循环 标章的商品 让消费者可以来选购 不止政府机关在做预防工作 许多企业也自发性的努力 让海洋废气物循环再利用 淨摊团体也是越来越多 业者甚至期盼淨摊团体 能把捡到的海废物 提供给企业再利用 可重新转化为原料及商品 再创价值 记者温云讯台北报导 民众期待已久的秋季盛世 士林关底局展 将在11月25号盛大展出 以局要20为主题 精心规划了15个展区 同时串联周边的商圈特约店家 在活动期间祭出了优惠活动 并规划了9场一系列精彩的 例假日活动 邀请民众感受局展独特的魅力 同一株大力局 开出红黄白三色花朵 让民众相当惊叹 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士林关底局展 今年适逢20周年 公务局公园处 特别打造 4米高的绿雕蛋糕 以及3米高的地球绿雕 等特色花艺 并且精心规划15个展区 让民众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局展20周年 那主题是局要20 那主要的就是 呃 我们在这个展区里面 会跟那个生日派对的 这样的元素是有相关 比如说你在展区里面 会有看到20的 然后也有看到生日炭糕 那整个主题里面有 数个展区里面 比如有生日派对啦 那星空派对啦 那很重要的在我们 这个我的左手边这边 有一个粉红的这个泡泡派对 那整个的元素里面 大概就是会以生日欢庆 这样子的一个的主题啊 来做这个整个展区的 这样子的一个围绕跟创作 那菊花除了是 呃我们的这个呃 一年必要看的这个大绿菊以外呢 那呃 我们的这个造型菊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造型菊 从原来的这个呃 水滴形现在都已经发展到 比如说你有看到很多的星形啦 菱形啦 或者是其他的 那大绿菊除了 这个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以外 那我们也有 切花的 就说呃 嫁接啦 应该这样嫁接 有一个大绿菊里面也有多色的这个品种 那最主要的也有这个大绿菊区 也有转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呃 呃大绿菊的这个展示 那比较重要的特色是因为20年嘛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路口园区开始 到这个组组的这个沿路 我们就把过往20年的这样子的 不管是海报或是展区的一些经典照 把它这个呃取决出来 然后融入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布置 这也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在大绿菊展区 因为大绿菊是我们的主角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录制的这个大绿菊的整个摘培的这个解码的过程 所以在那个呃我们大绿菊旁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呃 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啊大绿菊摘培的整个流程的海报 同时我们也录制了整个这个啊这个影片啊 来看让大家能够持续的这个观赏 这个大绿菊的摘培的过程 同时最重要特别的就是 它有实体的不同阶段的实体的在这个大绿菊的阶段的食品 会在现场之后同步的展示 3 2 1 将要转 祝福士林官邸局展20岁生日快乐 从2002年开始的士林官邸局展 今年特别规划一局20回忆长廊 以及局展时光机 带民众回顾精彩的局展20年 并且特别设立大力局栽培展示区 让民众深入了解大力局的成长过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局要20 那我想局展自从2002年开始举办到现在为止 历经了20年的这个时间 那一直以来每年这个局展都是我们台北市市民 甚至于是台湾各县市的这个民众 每年冬季必来这个参观的一个 必向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多年来呢 就成为我们这个公园处的这个同仁 历多年的努力把我们局展的这个规模 从过去的一个可能只是一个 当初最早只是为了延续这个 过去蒋中正总统在了一个祝寿的一个仪式 一个用局的这个意义代表祝寿的这个意义 衍生出来的这个一个展览 那再发展成大力局的 多多多的这个大力局的这个技术 这个我想都是造就了我们这个局展 20年来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非常高兴这个有机会 让这个局展延续的时候 我想他未来还有更多的20年 需要来这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台北市政府在这一个园艺技术上面 发相关的技术 那也谢谢承蒙这一个多这个我们日本 这个利坚市的这边多年的这个协助 还有我们过去还有参与的这个域金向发展 都是在这边举行 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我们局展的这一个举办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20年来 在台北市的园艺发展的相关的一个成就 那最来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那我们要谢谢我们协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洗柳绿化基金会 还有我们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对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协助 在我们展场的这个技术 还有邀请很多知名的园艺专家 一起来协助我们 办理这一次的这个局展 那我想在这边也能够预祝 这次的局展顺利的成功 也欢迎我们全国的这个民众 都来参加我们局展的这个活动 参观我们局展的活动 那在这个冬季这边 今天的这个我想是个暖冬的时节 特别适合来我们这个 士林管理走走参观一下局展 那相对的也在我们士林这边的这个 商圈的活动一起来 包括我们北溢这边 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 士林的这一个商业 商圈的活动借我们局展的这个 一个引路 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商机 局展期间也串联周边商圈 特约店家推出特色商品与优惠 像是饭店业者推出局展联名的双人五茶宴 打造士林赏花品美食的一日游城 我们这次元山饭店的话配合士林管理局展20周年 特别推出了晨光暖菊的英式下午茶 那使用的话是台中的台东的杭菊 以及台湾的纯蜂蜜 还有众多的台湾的在地食材 然后搭配我们的法式的甜点 那再到元山饭店来可以边欣赏大力局的同时 然后享用我们的菊花的下午茶 因为这次士林官邸首次的局展 首次遗失大力局到元山饭店来摆放 士林官邸的大力局 士林官邸局展将从11月25号到12月11号登场 邀请民众前来参加秋菊盛事 体验士林官邸周边不一样的吃喝玩乐风情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导 家福基金会透过问卷调查 发现骑士仍然发生在特殊儿少的生活中 因此呼吁社会大众打造零骑士的环境 一起为特殊需求的儿少心理成为健康守门人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 每位儿少都应受到公平对待 然而骑士却经常发生在特殊需求儿少生活中 家福基金会公布最新友善共荣儿少相处 问卷调查 对于特殊需求儿少 却有三成儿少有负面观感 超过九成在态度行为受家长影响 家福基金会针对友善共荣儿少相处的这个议题 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调查 其实我们都知道友善共荣是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在我们实际调查中发现 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孩童 在这个部分其实在相处上面 跟一般孩童相处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孩子 其实都会被取一些绰号 或者是在一些 都知在合作上面 通常都会有一些很大的议题 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发现就是 家长的态度非常明显的 是影响到孩童的一个行为 只要孩童有某种 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行为 它其实在家长的这个部分 是呈现一个相同的比例的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整个这是一个需要从学校 社会还有家长 以及儿少自己的一个 态度跟行为上去做企划 才能够建立一个 更友善共荣的一个态度跟概念 而友善的教育中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学习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孩子 在一个空间当中 一个教育环境当中 他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 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学习环境 也就是不歧视的原则 这也是符合国际儿童人权公约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家福基金会在国际儿童人权日 邀请轮椅女孩雪莉 艺人高山峰与儿子恩恩 儿少代表文英佐 呼吁关注特殊需求儿少心理健康 每一位孩子都应在免于暴力 与鼓励参与环境中成长 一般的儿少他可能在生活上 比较需要一些旁人的协助 那可能他有一些比较多的需求 那可能在不了解 或是有一些误会的情况底下 有一些儿少可能会觉得 跟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儿少 相处起来是比较需要费更大的心力 但其实这就是缺乏理解和同理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特殊儿少需求 和他们所经历到的 那我相信儿少们就可以更去理解 或是更能去在生活中协助这群儿少 其实我自己会在过去可能会有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儿少可能会比较特别 或是他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 但是在可能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我会慢慢了解他自己可能是有哪些地方 在生活中哪些地方遇到困难 甚至他其实受到很多的 在生活中受到很多的阻碍 或是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其他儿少可能是不了解他的 但是在听过他的故事之后 我就比较能理解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有遇过 例如说可能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自己的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 或者是对别人的言辞 他可能很容易就是比较往心里去这样子 那就是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可能就会特别去注意自己的用词这样子 比如说上课要分组一些报告的话 然后很容易就会听到一些同学 就会跟老师抱怨说 为什么要跟他一组 就是跟他一组很讨厌 然后我想要跟他一组之类的话 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是会动手的 或者是言语上面有些攻击 像是言语上面的话 他们可能会说我是怪物啊 我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攻击的话有些是直接动手的 所以这种经验算是蛮多的 就是一开始会想要去改善这个状况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会渐渐的讨厌去上学这件事情 会逃避 就会想要在家里面 然后情绪上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会容易想哭 然后小时候我曾经想要自杀过 算是影响我蛮深的 我觉得敏感占很大部分吧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跟特殊儿童相处过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和我们相处 可能会怕冒犯之类的 对 我是觉得就是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朋友 这样子去相处就好 因为虽然说就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身体方面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但唯一不同就是我们只是需要 多一点点的帮忙而已 如果能以平常心去跟我们做相处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害怕冒犯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去害怕 因为其实像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们有交流的话 其实可以问 我打个比方好了 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 大家可能又不敢问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被接手问的 那我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今天真的想要跟一个特殊的同学交流的话 可以又想要知道他的状况的话 可以问他说 我方不方便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如果想说以后你可能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也可以帮忙你这样子 其实这种交流是蛮友善 而且双方也是蛮舒服的状态 家福表示透过儿少视角 从孩子本身看见家长 学校 社会 对特殊需求儿少的态度与行为 在共融的趋势下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呼吁可以从引导认识 友善尊重 接纳培育 鼓励接触等方式 一起成为特殊需求儿少 心理健康守门人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新义区公所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 从107年开办至今的新移民英语班 课程内容丰富 老师教导新移民姐妹们 从认识音标 基础发音学起 再进阶到生活英文和旅游英文 今年的课程还特别融入了唱歌学英文 学员们展现丰富的学习成果 我们应该像拍戏一样 我们应该像拍戏一样 我们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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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主题说是Traveling English 之后随着慢慢开放 大家出去玩 就可能会订酒店吃东西 都会用英文点单 这样子会用到 因为我本身有一点英文基础 所以在一起跟大家一起玩 沟通 他们就学我当班长 单词重任 然后单日都很开心 大家都对我很友善都很好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像我们在进修的过程当中 英文还蛮普遍的 像我们以后可能小朋友 在问某些问题的时候 是对我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以后旅游啊 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啊 都会比较频繁出现的 而且现在曲工所办的新移民活动 它变得很多元 它不会仅限于说像什么餐饮啊 或者是说像一些手作课程 我觉得语言这个还是蛮好的 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那我们在上课大部分都着重 让他们讲 因为他们是主人嘛 那所以 那这个学期就比较不一样了 同学们对发音已经有了概念 那我们就开始往世界走过去 因为这个班一开始就是旅游英文 那旅游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 那所以我后来就在这个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就是把 让他们看智慧发音的部分 做一个review 那整个下来 大家的接受度还不错 看到智慧知道一发音 然后知道轻中音 然后当到智会有联音 所以后来新住民有很多同学 因为他们会跳舞 然后有的多彩多役 后来我们这一次就用了唱歌的方式 就放入了唱歌的元素 我们交了三首歌 那这次他们 他们还不错 从歌里面呢 联音就联得很漂亮 对 然后大家也会有点感受 透过课程快乐学英文之外 学员们也结交到许多好朋友 具有跳舞专长的学员 也在节夜典礼中 带领大家一起跳舞 气氛相当欢乐 会是一件事 向前的手 绝拼着街 紧紧的唱着我们的歌手 团结起来 相亲相爱 疫情期间大家都很难在一起相聚 那这一次上课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大家在一起 然后学习英文是一个好像是媒介 让大家心在一起可以一起学习 然后每个同学可以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互动 这个机会在疫情下就越来越珍贵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因为这次疫情也感觉都快过去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希望来年有更好的像这样的一样的课程 大家在一起交朋友啊 跟老师都很开心 老师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nice 所以而且我们学了这个英文呢 那以后就是在生活中也会有常常用到了 所以非常实用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然后就每个人的才能都蛮无限的 然后就会比如说有的舞蹈团的 然后有一些是餐饮的 然后我们就会在课堂上有个大融合 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些同学从第一期上到现在 他们真的是从不懂到懂了 看到只会念了 然后他有信心跟孩子来互动 所以我们都是focus在最基本的 然后不怕慢 就是也不怕念得少 就是把会的东西你就表达得非常的完整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用 我们说我们出口不要惩治 吃口就用吃口就成句 简单的造句并不难 对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学期的主轴 从发音的地方跨越到生活的英文 然后跨越到旅游的英文 对然后现在有唱歌的部分的元素就出来 所以表演这次会比较精彩 那我们当初是因为新移民 他其实从别的国家来到我们台湾 他本身有这样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就连续开了两年 那当时也是因为有新移民的建议 我们在参与市预算的时候 他们有提议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纳入课程 那他们自己也非常享受这个课程 那尤其呢英语班的部分 可以有唱歌 用唱歌的方式 让他们更觉得不会太生硬 或者是带一点那个活泼的气氛 对那我们非常开心 他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表演 参与的学员说 感谢新移区公所多年来开办 多元种类的新移民学习课程 尤其是英语课 让他们受用很多 不论是陪伴孩子学习 或是外出旅游都有很大的注意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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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在金融市长选举结束后 未来要协助新市府尽速无缝接轨 市长林又昌成立了交接小组 向市长当选人谢国良进行业务简报 也提醒市府同仁要坚守纲位 如常的推动市政 金融市长选举结果出炉后的第一个上半日 金融市长林又昌立即指派参议 杨桂杰成立交接小组 并在11月29号 向市长当选人谢国良进行 人事 主计及财政等相关业务报告 执政的一个更替 这是民主的一个常态 那所以在昨天上班的第一天 我就立即指示成立交接小组 由杨桂杰参议来率队 代理相关的单位跟当选人来进行报告 那在今天早上的10点 杨参议也率领相关的局处首长 去向当选人来做这个说明 我想最主要是人事 跟这个主计财政的部分 刘昌透露市长办公室已经打包完毕 判给新上任市长充分的资源运用 他也在事务会议上提醒同仁坚守岗位 如常推动市政直到卸任前 至于基隆人不分党派期待20多年的金融捷运案 在他任内努力争取下 最快明年第四季渴望动工 刘昌也建议新市长组专案团队继续推动 金融捷运的一个推动 需要整个市政府一起组成一个专案的团队来执行 我们金融市政府并不像三个直辖市有捷运局 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编制 所以我们会特别的辛苦 那这个又特别的专业 所以也期待未来的市长能够尽他的能力 把金融捷运继续推动下去 牛昌感谢金融市民让他有机会把中央累积的经验 及他在都市计划城市发展的专业在基隆发挥 让顾湘基隆从吊车尾变成前段班 在卸任前他仍会把握每一天继续把工作做好 让我能够把过去在中央累积的经验 还有我自己在都市的计划跟城市的一个发展上面的一个专业 能够在金融市把它发挥出来 那也实现了我过去对所有金融市民大家的承诺 把金融市从一个吊车尾的一个城市变成是前段班 然后也让金融人变成是骄傲光荣的一个金融人 满满的一个感恩 所以我们一定是把握住每一天每一刻 然后继续加油跟努力 对所有金融市民给大家一个最后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呈现 由于牛昌在金融市施政成绩满意度飙迫八成很获肯定 外界点名牛昌卸任后 渴望入阁接任交通部长或内政部长 对此牛昌强调对未来没有特别规划 目前最需要及最想做的是休息和充电 我是怀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心情感 谢谢所有金融市民给我这个机会 那所以到我卸任的那一刻之前 我想我跟所有市任团队都还是会兢兢业业 继续的把工作把它做好 所以至于下一步 说实在我自己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打算 那如果真的让我自己选择的话 因为八年好好的担任两任的一个市长 我觉得其实我最需要的应该是休息跟充电 对于市长当选人谢国梁 牛昌则是给予祝福及加油 希望新市长能努力带领基隆继续向前行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九合一大选结束 基隆里长出现了不少新面孔 像是崇景31年的钟子豪 成功转换跑道当选新副里里长 还有仁爱区水警理孙立军 打败九连霸里长林国新 而年仅27岁的陈凤林 也打败了七连霸里长于明发 成了这次选举中的黑马 穿着刑警背心和同事闲话家常 他是破利斯大人庄子豪 不过接下来他准备要转换跑道 因为他刚选上了新科里长 就像我们之前因为以前刚任警察的时候 也是当群区警员 所以对这个辖类里民 就是相处的方式都差不多 所以我现在当了31年 想要转换跑道 来服务我新副里的民众 庄子豪从仅31年 在四个分局都曾服务过 资历相当深 曾经破获重大刑案及毒品案 这次参选里长没有挂布条 只有挨家挨户的拜票 顺利当选里长 就是把他当作 里民当作是自己家人一样 同样在中正区 还有这位年仅27岁的陈访林 曾经在市府交通处服务 当过中正区的里干事 种下为民服务的种子 在家人的支持下参选 顺利击败七连霸里长 年轻人打败老里长不简单 因为老里长做了七届 有他的实力跟他的做事态度 那很感谢郑杀里的里民给方林这个机会来服务郑杀里来做改变 希望我们可以让郑杀里一起变得更好 更亮 让建设可以更好 期待大家一起来看见郑杀里的改变 不管是破例式大人转换跑道 还是年轻的女力挑战成功 接下来都要努力地兑现和选民的承诺 做好为民服务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